截至2023年 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约9万多家 中小型企业占主流 从业人员约1300万人 大部分地区已建立回收网络 即回收分减集散为一体的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逐渐完善 但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 如行业竞争力不足 标准缺失等 接下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 执行所长于林曲 于所长 您认为目前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首先这个行业是一个遭扬的行业 它的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但这个行业也面临其他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行业还是非常的分散 还存在这种类卷式的激烈竞争 这种类卷式的激烈竞争 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是相关的企业 就很难做大做强 它很难通过利润的积累 再去实现一个滚动式的快速发展 就会出现一种低水平循环的行业的发展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就是类简式的市场竞争 就会让所有的企业都是一个低盈利水平的发展 它就很难去大规模的投资 或者大规模的利用新型的数字技术 利用这种智能的装备去提升行业的效率 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盈利啊收入啊都很可能面临这种难以为及的状况 这就需要有从企业还有从政策的角度 从多方面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今年2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 提出到2030年建成覆盖全面运转高效 规范有序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意见提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增效 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意见的出台也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吹来政策利好的东风 接下来继续连线于林区所长 余所长 您认为要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我觉得刚才说到从企业自身以及行业政策 就双方就共同来发力 就政府加市场 从市场的角度像这些像艾伯利之类的 他已经获得了资本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可以依托资本的力量 去加快这个行业的整合 利用它的一些高效率去并购一些相对低效的企业 通过行业的整合 一方面会扩大规模效应 通过网络化的发展 能够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 进一步提升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外通过并购 它也起到规范行业发展的重要的作用 在标准上 在定价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刚才提到我们的行业政策 包括政府也要发挥相应的作用 比如说针对这些回收行业 本身是战略新兴产业 是新年产业的情况下 我们相应的政策要向它倾斜 比如说相应行业的企业去采购 去这些智能化的装备 像工业机器人去提升效率 去搭建这种数字化的平台 去整合资源的情况下 我们相应的政策要给予扶持 能够鼓励更多的回收行业的优秀企业 利用这种新型的技术来提升效率 证据